今天我国31个省自治区之下 另外一个住房条件的变化 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住的还是茅草屋 到了1982年的时候他们可以住上了瓦房 到了1998年的时候他们住上了二层的小洋房 其实汪阿基一家的变化 只是中国亿万农民50年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 1949年10月1日 从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开始 新中国的领导者就把改善提高人民生活 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稳定物价安排就业 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就中国那种食不国府 衣不蔽体的贫困景象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消失了 在不少战区 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时期 各级政府为此而付出的努力 中国初期的头三年 我国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 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消除了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恢复了物价稳定 初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通过土地改革 三亿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 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3年至1957年的 我国开始实施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前进的路上千回百取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70年代末 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展览会上 各个战区都用浓墨重彩 展示了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变 建国后十年 这二十年 我国人民在吃的方面 是为了解决一个饱子 那么为了这个饱子 在全国经济短缺的条件下 各个地区实现过限量供应 比如说粮本 富士本 粮票 油票 菜票 肉票 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 饱子早已不是衡量 我国人民吃的水平的标准了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见面时 最常用的一句问候语 是你吃了吗 把池子实施挂在嘴边 是因为吃饭 曾经是百姓生活中 最关注的事情 而今天 人们已不再为吃饱肚子操心 关心的则是如何吃好 主食从粗粮当家 转为细粮当家 富士从逢年过节的鱼肉解馋 转为鱼肉成为家常菜 冬季当家的大白菜 今天也已经被各种各样的 反季节蔬菜所代替 现在吃多了 这个肉类 现在不这么想吃了 其实就想吃的新鲜蔬菜 别的细菜特别是 什么到冬天呢 吃一个什么藕啊 什么胶白啊 这些南方菜 现在到了北方 一样走红了 现在 今天当人们走在 大大小小的商场超市 看到的供应丰富的商品 可以说是令人目不暇接 而在早些年 人们在商场里看到的 和现在比可是大不一样 在生活展区 我们看到陈列着 这样一张老照片 反映的是当年一家百货商场 人们冒着严寒 抢购评票供应的 两瓶酒的场面 它真实地记录了 商品短缺时代的情景 一位参观展览的老商业工作者 对此至今记忆犹新 老北京到商场里头 首先注意的不是商品 首先看到是哪在排队 然后就盲目的跑上去排队 然后再打听卖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看哪人多 那么就是哪人多 哪就肯定要卖锦翘商品 都是讲出口软利箱 或者是比较锦翘的商品 其实现在看也都无所谓的 这些东西 据国内贸易局介绍 1952年 我国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262亿元 到了1977年增是1174亿元 而到了1998年 就迅速增加到了29153亿元 可以说 改革开放20年 是我国社会商品零售额 飞速增长的时期 今天 昔日单调冷清的柜台 已变得是琳琅满目 现在的商品现在是 太多了 现在不是 不是排队抢购了 现在你得 你得耐心的 向老百姓的介绍 我这什么新产品 有什么优点 怎么怎么好 是吧 你现在是要靠服务 靠这个普及商品的知识 来扩大销售 在展厅里 我们还看到了 以往各地方发行的 各种各样的票证 这些当年曾经让 无数个家庭主妇 跃跃算计仔细使用的票证 今天已经随着 短缺时代的结束 而成为了收藏品 全是穿的 有关穿的方面的 就是布片 这个有布片 这个棉花片 线片 这都是当时反映 人民生活穿的方面的 你比如说当时 这个棉花紧张的时候 结婚才供应被套 不结婚的没有被套 平常的只供应棉花 这个衣服 当时这个服装紧张的时候 有衣服片 属于有布片以外 这衣服片买什么的呢 是买的荣衣荣裤的 这是真知品片 棉毛衫片 这辆的呢 气球 分85公分以上的 85公分以下的 就是大人呢 发大片 小人发小片 在发行布票的年代 人们穿着的颜色 是单调的 大多是灰黑蓝 而今天再看看人们的穿着 就如同欣赏一道 宜人的风景线 跟过去没法比 过去也不敢想象 也想象不到 从仙嘛 这个男同志 她们穿的都是中山装 女同志呢 穿的都是这个列宁服 如果有这么一个 翻毛皮鞋呢 就不错了 现在呢 就比从仙强多了 穿的美了 穿的讲究了 穿的时髦了 五六十年代 有手表缝纫机 自行车收音机 数称三转一响的人家 曾经令人羡慕不已 而今天 面对数不胜数的新用品 人们似乎是 已经没有办法算得清 自己家里 到底是有几大件 这是在五十年代 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 第一代电冰箱 现在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 现在家里边用的 冰箱 洗衣机 空调器 微波炉等等 这里展示的是 智能型的冷柜 模糊全自动洗衣机 变频空调机等等 在庆功展厅 我们看到一对参观的夫妇 为一套吸引的橱柜所吸引 现在你觉得 这些建国这些年来 就你们家里 利用消费品方面 你觉得有多大的变化呢 我们家的变化大了 全自动洗衣机 微波炉 就是新电视 这个 相机 这许多都是 都是新的了 洗衣机 洗衣机已经是 原来是白蓝吧 白蓝我们现在已经换成海尔的 全自动 都换了 全换了 基本全换了 我看到你好像 这个橱柜 比较感谢 橱柜 我最近正在装修 最近正在装修 我们的建材城 比少赚 所以这个轻工啊 绑着啊 还有建材啊 我们是比较注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房屋的装饰 与装修 至于我国近年开始的 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 人们居住面积的扩大 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来呢 我们国家的那个住宅呢 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基本上是福利分房啊 那么 住建呢 随着改革开放呢 走向了这个市场经济 变成了商品房 那么大家对住房的要求呢 从原来的是住的下 安置型的住的下 到要求住的好 原来只注意室内 我多少平方米就够了啊 那么到现在呢 要求室外的环境的配套 甚至于更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呢 就是说从量到质 或者说是质和量并重的时代 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展览会上的 住宅采业现代化的 产品展示间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厨房啊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我们住宅当中厨房啊 是油烟最多的地方 最最最乱的地方是吧 但是现在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厨房设备已经开始定型化 像这样一个厨房呢 在我们国家的很多住宅当中呢 已经是并不先见了 据介绍 改革开放20年来 我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从原来的三点几平方米 增加到了现在的九平方米 增长了三倍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则由八平方米左右 变成了现在的24平方米 改革开放之前 天津居民的住宅条件 十分的紧张 大多数居民就生活在 像这样低矮潮湿的平房之中 那么这样的低矮潮湿的平房呢 被我们天津人称为 三级跳坑 何为三级跳坑呢 就是马路比院子高 院子呢 比屋子高 这样的一下雨 屋子里灌的都是水 为了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 从1994年起 天津市开始了对成片 没有平房的改造工程 六年来 空流百万居民洗牵新居 在天津展区 我们遇到了一位 多年前曾经在天津居住过的老人 面对城市建筑 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已经很难找到 过去自己曾经居住过的位置 就看看我原来住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个 比较宽阔的马路了 大概是这个马路吧 原来都是住在一个院子里头 好多家 房子很窄小 那个又没有厨房厕所 现在大家都住了 这个单元的房子 厨房厕所都有了 很方便 在西藏自治区展厅 人们看到拉萨市 如今已经建设起了 大片的现代化小区 是国家给广大群众修的新的居民点 现在已经这一片小区 那一片 这一片都是 广大群众呢 就住上了名畅宽量的这个新居 同样在广大农区 农村也是 五十年 在历史长河是短短的一瞬 对一个民族来说 却是长长的一段奋斗历程 今天 当五十年的沧桑变迁 都被浓缩到这里的时候 人们回顾历史 对比金西 会更深刻的体会到 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幸福 人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 反天赋的变化 我看到这个成就人 感到我们国家 确实是这个兴旺发达 高兴 希望我们的国家越强大 我们的老年人越高兴 越夺活几年 十年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 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 但是更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还是未来的五十年 也就是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新中国的一百年 想值得我们更加自豪 更加骄傲 我们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 我们就要让这条道路走下去 用小平的话来说 到下世纪中叶 我们实现现代化 我们就可以达到现在一个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到那个时候 不但我们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 还想大幅度的提高 国家的综合国力 还想大幅度增强 那时候我们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国 居然一个洋洋正正的 社会主义大国 自立世界民族之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